灵修会不会有邪灵入? 首先我说灵修不是一定的 很多人说灵修的意思就是 看圣经祈祷 不像我们所说的 进入灵里面与神的相交 但我知道你的意思是 指深层的安静的 进入灵里面会不会被邪灵入侵 是的 首先普通灵修一定 不会是邪灵入侵 你看圣经祈祷 如果是灵去亲近神 其实我不是说 倒空的 倒空的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你倒空有烦恼重担 那些就是倒空 但你不是在那里空白了 什么都不想 想着神 是想着神 想着神的爱神去天堂 这个不是倒空 因为打坐的那些不同 打坐的那些是真的 那个路是不想的 我们是想着神 感激神 爱神 这个不是倒空 而你向着神 邪灵会入侵的 即是你是在亲近神 神没理由被邪灵爬头 即是你亲近神 你一路感激神 那你自己如果担心 那你就这样 多谢天父 多谢主耶稣 你爱我 感谢天父 那你就想着耶稣 那你一路想着耶稣的时候 你有时可以 安静神 我多谢你这么爱我 你一路想着神好爱你 你不想爱我 神在爱我 又可以处理生命 比如说有什么罪 有什么烦恼 又处理 那你都可以在这些 祈祷里面处理 或者领受神的信息 但是领受信息 你怕着倒空 那头说 是否神来 那你就说 主耶稣 你帮我 你向我说话 你可以这样帮助自己 但其实 如果个人向着神 基本上跟着神 邪灵根本就走不走 因为我有时 灵羞 我可以 即是 即是 不可以来 不是这个空间 可以去其他地方 还有可以有些微笑 即是未发生的事 我知道会是怎么 但是百分之百都准的 OK 这个情况 你就是一种 你的恩赐 是灵和神 你的灵和神接触 那我问你一个简单问题 在你接触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觉邪灵攻击你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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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 那我怕了 你分析了 你不是真的害怕出来 而是你自己害怕 不知道会不会有 就是我灵羞 那时候 例如我灵羞 那时候是很开心的 可以看到一些现象 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是未发生的 但是没有多久 会发生了 就是日常的生活 之后我就会想 哎呀 不要灵羞 会不会真的 因为有很多时候 一些事情会实现了 我很害怕 就是邪灵 其实呢 你是有一个恩赐的 不是每个人有的 就是你很容易接触 从神的灵相交 我想问你 你里面经历喜乐 和爱 是 你收的信息 你觉得对你的生命 是不是正面的影响 是正面的 是正面的 有没有信息叫你 事杀啊 死啊 你没用啊 你笨啊 没有啊 这些是魔鬼信息嘛 你收的都是令你更加爱主 是吧 所以你就不用怕 会有邪灵 因为今天你在做的 都是令到你更加和神相交 更加被神吸引 更加走神的路 并没有影响你和神关系 反而加强你和神关系 都不用怕 但这句话是什么人说呢 因为呢 有些不接受圣灵工作的人呢 他就会说 有些人 哇 这么安静 会不会被邪灵入侵 但当你的心 是想着耶稣 想着神 祝福你 赦免你 救你 祝福你 跟你有密切关系的时候 即是 无理由会邪灵抢 因为你说的害怕 那种害怕 是给了些人说话 所以你害怕 不知道会不会 那种是一种 擔心 擔心 就不是说你亲近神的时候会害怕 你是其实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 平安喜乐已经说是圣灵的工作 而且那些是正面的 就不是负面的 就已经说是圣灵工作 所以我就说你不用怕 这种因此有什么作用呢 你有可能将来领受先知性的信息 知识言语 知识言语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为一个人其道 你会感受到这个人的需要 和他的状况 那你使用呢 你要先跟我沟通 如果正面的就可以 正面的 正面的 什么叫正面 譬如说 耶稣很爱你 那些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指示性 神呢 甚至神要大大使用你 你看看那个人的生活 如果他普遍都是这样 那就可以的 好像他那样 他都是爱主的 神要大大使用你 但是有个很软弱的 譬如凡凡罪的 那神都用他的 他听话 那你要分别 因为指示性 譬如说 你第二点去宣教 那这些呢 你就不要说了 你先跟我说 因为指示他 他真的会去的嘛 那他适不适合去呢 那这些呢 指示性的 你就最好问了牧师 就不要自己就跟他说 就是你将来可以收到 这个知识言语 和先知性的说话 那这个先知性 所以说到将来的事 你更加跟我说 就是我们祈祷 了解是否真的 那还有呢 将来你还可以进入灵 灵的领域 去到天堂 看到神给你 将来的方向 即是 譬如我在网上呢 都看过 就是有个人 他经常都上天堂 他基本上 每次祈祷都可以上天堂 他呢 是会收到神 如何去复兴的地方 如何带领的教会 是可以很有用的 但是你这个因子 也要很小心呢 就是 你的生命 处理负面情绪 负面 思想 罪 因为这些事情 你不处理呢 就会真的被情人入心 罪 罪会被情人入心 你爱慕神 但你罪也不被情人入心 你就会收错讯息 如果你收得准 你将来 你就会见到 互如多天堂的东西 神跟你说话 就带领你进入 这个都是圣经所说的 在《少林主演》第二章十七节 那里说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将我的灵挑灰凡有血利 你的疑泪要说如言 少女人的见义 再有努力人作严 即是 你的疑泪说如言 少女人的见义 再有努力人作严 那你将来你都可以进入这种灵力 而我们个个都可以的 我收信就是多到教导的 那我们又不用说 我恨这种 我恨是 我是想有神 我不是想有什么经历 我想有神 我想和神有物质的关系 我想遵从神 做神吩咐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重点放对 因为有些人 他就会 总是要追求这种的经历 有时没有他就会失望 我们就多些放在我和神的关系 和见到地神使用 但你这个因此是好的 这个好是什么呢 你将来就会领受到信息 而且你可以和我们中间有些人 起码另外有两位 我想你知道哪两位 他们都收到神的信息 那么就会可以和他配搭 看下你收的准确 那么我们都一起去研证 那么你将来呢 这个使用有什么用途呢 第一 传夫在美国 有本书叫《权能暴动》 那么他讲一个例子 讲到有个人呢 他就 他就搭飞机 他搭飞机的时候呢 他就见了个人 在飞机上 他就见到这个人呢 就 看到额上有个字 奸人哦 接着看到一个女人的名字哦 那么他就觉得神不会说话 他就跟这个人说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女人的名字 他说这个名字 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 哇 那个人一听完 立刻面都发声了 然后他就跟这个人有婚外情 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啊 他就 神给我们知道 那么这个人呢 就带了他 然后带了他信耶稣 跟着他的太太 他就跟他的太太 道歉啊 对不起啊 我犯了奸人啊 我和这个女人用外遇啊 这个基督徒呢 就是他没有信耶稣 他说这个基督徒 走来跟我说这个名字哦 那么我很惊讶 原来神不得知道了 那么带了他的太太 信耶稣 他这个就是全能报道 就是说 靠着圣灵的能力 可以是先知性 可以是经历圣灵 医治 赶鬼 来到大人信耶稣 就是我所说的 经历圣灵报道法 所以你 处理生命 处理你的罪啊 负面思想啊 烦恼啊 不开心啊 激起怒躁啊 还有多亲近神 多看圣经 因为圣经是给我们 正确的方向呢 走神的路 触着神的应许 你就会越收越准 那么这个恩赐呢 是对于神的家 很有帮助 尤其是我们想推行 更多人遵从大使命 是会很有帮助 神会指引 譬如说 这个地方 你需要去 有策略性 你这个地方 你要做些什么 这个策略性 是很重要的 就是 因为这个就是打仗 打仗的时候 的圆水做什么呢 你去东 你不要去西 譬如那时候 为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为什么打人得过呢 就是他这个 由这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 洛曼帝 登陆 那里很难的嘛 但是就是 希特派想不到 这个就是策略 所以你将来 你肯听神说 你将来会领受的策略 所以你说 ,这是感谢神 你有这个恩赐 你就不要怕 就放心 多亲近神 用长些时间 整天的心 喜欢神 由早到晚都喜欢神 你就领受的信息 更加准确 而且你的心 我们个个都是 神啊 你想那天我做那天 我的心完全跟着你 你想那些东西 我就做那些东西 我不跟自己 你想存福那天 我就存福那天 你想救人的灵命 我就救 你想提升人的灵命 我就做那天 我总之全部都跟着你的心 那个心整天都是这样 神就欢迎 我总之都个小一点 剐灭动 我小伙子 你永远 我好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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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